因為被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了 這一次實在玩真剩的感覺是 我覺得納茲實在是超乎我預期低太多了 他大概強度不到優助的一半吧 主要最大的缺點來自於他的回血系統做得很爛 他的回血系統 回血雙對獎只有1.69倍 那三組新珠 如果說你龍隊成一代多一點的話 還不一定能夠回得滿 我覺得很扯 那納茲他本身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的吸血系統 我實測過發現這個吸血系統也是超爛 因為這個吸血系統是 敵方打你的時候 60%會轉換成自己的生命力 不過他不是減傷60%的概念 他是直接打你 然後再把其中的傷害 60%轉換成你的補血的能量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血量會越被打越少 所以你只要遇到那種沒辦法回血的關卡 納茲還是一樣會死掉 所以 而且再來是如果說你納茲本身的 隊伍血量是沒有辦法 超過敵方的攻擊力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會直接被打死 你根本沒辦法回血 所以納茲他的最大缺點 不是來自於他的傷害或平坦不行 而是來自於他的回血機制 做得實在是太糟了 那納茲是不是適合練復巨人呢 我實戰過後發現 要練的話頂多練兩張吧 練一隊復巨人實在是沒有什麼實戰能力 一來沒有結板 二來是他的爆發其實也沒有說 真的到毀滅性的爆發 抵多能夠打死敵人就差不多了 所以納茲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必要練太多復巨人的 頂多這兩張讓你開組合技能 然後讓你添加有30顆火珠去做使用就好了 那納茲我覺得 以一個新手來講 你如果說是因為這個合作而回來玩這個神魔之塔的話 我建議你就不要對他抱太大的期待 他大概活過這個版本我覺得就 已經很萬幸了 那如果他現在這個強度不改的話 我估計至少兩三個版本內 應該就沒什麼人再提到他了 對 但是估計這個版本 會做球給他啦 最好做球就是 對 敵方都是龍族嘛 那這樣我們納茲打起來就會很痛 那另外一個要抱怨的事情就是 納茲那個轉火珠的技能實在太雞了啦 那就是跟那個那個之前的一樣 鐵拐裡的轉珠的系統是差不多概念 不過那個在實戰過後發現 火珠真的越轉越誇張 有時候你要解無數盾 或是你要解 你要把屬性珠留下來 他就直接給你轉掉 所以這個情況下實在太難用了 而且他又沒有兼具珠子 所以換句話說你一定是得消火珠 然後如果說像那種火珠 進銷 或者是你消火珠電擊珠子的那種關卡 用那隻就會很吃虧 所以我覺得那隻整體玩起來不是很爽 就是他爽度是不高的 所以我給那隻 平分大概是 二線的頭 一線的尾巴 大概強度是在那邊 也沒有說到很破格的一個強度 就這樣 放張卓羅 我為什麼國語台灣國語 卓羅的話我覺得放下去沒有到很實用 一開始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他沒辦法一路長就開 二來是他很怕附加效果消除 那一旦被消除掉的話 你就等於是要六回合才能再開啟 而且在這六回合之內 現在關卡都講求連續爆發 在那個納茲 隊伍的威力這麼強的情況下 一旦遇到要補血的話 你沒有辦法開下 卓羅 基本上 也是 沒辦法回到 回滿血 甚至連回血回回來都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納茲他真的做得很可惜 最大缺點來自於他的回血系統 他只要能夠把他回血系統改掉的話 其實他那個回血機制做得再爛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他的平砍說實話是真的不低啦 對 如果他能夠把他改成火屬性兼具心服之效果的話 整隊就有1%大獎的價值了 但現在玩起來是完全沒有1%大獎的 嘖 那個感覺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大獎 我們先平這個好了 艾爾莎 艾爾莎我覺得他體質也是偏弱的 他本身血量低 他是靠減傷來撐高他的虛體 虛擬的血量 讓隊伍可以擋 擋掉更高的傷害 不過現在無限減傷的關卡實在太多了 他血量我組起來大概只有1萬7到2萬之間的血量 實在是太少了 那艾爾莎他本身平砍是不低啦 但是血量太低實在是沒有辦法 沒有實戰的空間 所以我會給艾爾莎 因為他 呃 一個稱號就是他不太適合當隊長 而是一個蠻好用的隊員 他加combo數的這一點 他可以跟 露西完美的搭配 我們剛剛有玩一隊是露西 露西的整隊放下這次公會成員的組隊 哇那平砍破億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再加上這個 呃 因為露西他會幫你 隊伍技能的關係 他會幫你轉出大量的新珠 有時候你很難切版面製造高combo的 呃 數值 這時候就要靠 艾爾莎來去增高combo 所以我覺得艾爾莎是非常適合放進溫地裡面 做為全 全 妖精尾巴的隊伍去做組隊 所以這次讓我 印象 呃 最深刻就是露西 他玩起來反而是 三大獎中玩起來最爽的 因為他 隊伍技能是可以幫你轉出左右兩直行的新珠 搭配他的昇華劍 基本上就送你四把劍了 然後 再加上他的回復力是很高的 所以那兩組新珠 再加上 版面有一大堆新珠 一補 補到十萬 一回合補到十萬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露西是我這一次 比較看好的大獎 不過他的缺點就來自於他非常綁定 就是工會成員的全組隊方向 所以如果說 呃 像是 有很多結版 會需要很多結版的關卡 可能露西就比較 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他隊員大部分都還是在增傷的部分 像炸版這種 就會很少 炸版有一個啊 就是納茲 他有炸版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要玩的話 就是把納茲 放進露西裡面做成員也是可以 對 反正 這一次三大獎中 最讓我驚豔的就是露西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有抽到露西的話 我建議你就可以 呃 再去抽其他的 工會成員 因為他也要其他工會成員才可以玩得起來 對 大概是這樣子 三大獎中 我覺得不一定要執著在 呃 納茲一定要抽得到 因為他真的玩起來沒有說到 嘖 必抽的感覺 那這一次有人會問說 要不要練複巨人嗎 複巨人的話 我覺得 三張都不太需要練 唯一要練的就是納茲 可能再多練一張就好了 其他兩張 其實一張就很強了 完全沒有必要練複巨人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的分析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 嘖 如果 你是一個新手 要不要抽這一次 你是無課玩家 沒有愛的話 我建議你就 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次的 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這個大獎 你要玩的話 我們剛才有分析過就是 要綁全 全部都是工會成員的 所以 等於是你要抽 抽棋才有辦法玩 所以 沒有抽棋的話 如果你單隻來看的話 他們放進其他對面 又不是那麼必要 當大獎也沒有很強 所以我建議你無課玩家 或是對他們沒有愛 基本上就 這一個系列 我覺得就可以直接跳過了 對 那也希望官方可以重視這個 系列 然後變強的話 我可能再拍一個分析影片 跟大家建議一下吧 大概是這樣子